星云大师 是林济宗第48代传人,一生修于佛法,普度世人,做人难,难做人,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,面对大起大落的人生,我们该如何助手呢? 星云大师道出二字,放下,世间终究是花五百日红,人五千日好,能够放下,才能重新拥抱新的美好,星云法师在一次演讲中,曾这样比喻人生,人生就像一个皮箱,有用的时候把它提起,不用的时候把它放下,应当提起时要积极有力,应当放下时你不放,提一个沉重的皮箱在手上, 会很自在吗?心像是个口袋,什么都不装的叫心灵,装一点的叫心眼,装多了的的叫心剂,装更多的叫心机,装的太多了 最后,那些负累就只能被当作心事了,这些心事如果不放下,心只能负重前行,越来越累,很多人拿不起又放不下,任由空白地生活在自己的眼中周而复始, 慢慢地这种负累侵蚀的我们身心不堪重负,当珍贵的生命和所谓的心事相比较时,你还会觉得这些烦恼放不下吗? 试住放下吧,放下你的疲惫,放下那些没有结果的执念,清醒时看到的你和他的未来弱势并不理想,不如劝自己趁早放下,长痛不如短痛,该拿起的时候不拿起, 人生便没有生命力,该放下的时候不放下,人生便不会地自在,放下不是让你放弃,而是放下负面的执念,让你痛苦的根源,放下面字,放下压力,放下过去,放下自卑,放下懒惰,放下消极,放下抱怨,放下犹豫,放下猜忌,放下仇恨,放下仇恨,放下是一种解脱,一种顿武, 是心态的选择,是生活的智慧。 星云大师,原来子女的福报,跟父母的关系很大,你知道吗?老子说,天道无亲,为亲善人,一般人对这句话很难理解,现在我们用养育孩子来做比喻,很多人去堕胎,有个原因,怕养不起孩子,养一个孩子都很累,更何况再来一个, 我们潜意识中,都认为,这个人是我养的,家庭是我支撑的。 其实不是的,首先要有个观念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,孩子来投胎,是带着他的福报来的,看起来是父母在养,但其实还是孩子自己的福报在养。 一件事情最后取得成功,是大家的福报在支撑,就是共同福报的累计。 恶业也一样,现在环境破坏这么严重,我们都在谴责别人,但最后发现每个人都是破坏者。 使用塑胶带,衣服破了就扔,洗车,装修,洗厕所,这些都是化学用品,我们每天都在用,每天都在破坏。 天道无亲,哪怕是你的孩子,你都无法把福报留给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,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,想要孩子会毒猪,就给孩子买去名牌学校读,以为能出人才。 但首先他要有这个命,就像养孩子,花的是父母的钱,但损的是孩子的福报,父母给得起,孩子不一定能花得起,要看他的命,这就是天道无亲。 很多人溺爱孩子,以为花很多钱来培养他,却不知道,无谓的钱花太多了,反而损他的福报,福报减少后,以后就没出息了。 所以我常劝人家,孩子要读猪,就正常读,他命中要有读书命,否则你给他请最好的老师,都没有用,古代帝王要教育子孙也要请老师,但和现在差别很大。 以前人请先生,先生先要教学生人品,人格,第二才是教技术,如何作文,如何作诗,现在不同了,没人教人品,人格了,都是教技术,所以没有多大的意义。 古人讲,留财给子孙,守不住,留书给子孙,子孙不读,只好留应得给子孙,这才是正确的出路,你要先去种福田,做善事,以后子孙自然会赚钱,现在不要赚非分的钱,把子孙的钱都赚完了,消费完了,以后子孙就要受穷了。 古人讲,一代做官就大冤,官做得好,是为子孙积累福报,做不好,把老百姓的东西占为自己,想留给子孙,这些非分的东西都是罪孽,子孙用了,反而损福报,所以一代做官就大冤,又说,如果为自己一家谋,就不要去做官,做官是为百姓谋,这也是天道无亲,天道虽然无亲, 但为亲善人,你只要广西音德,还是有用的,想要孩子能读书的,就多应经,办学校,想要孩子发财的,就要多救济穷人,想要儿孙健康的,就多施药,这就是为亲善人。 再讲到孙顺也一样,很多人很孙顺,给父母买很多补品,甚至办酒席助寿,世人看来是热闹,其实是不孝,因为损了父母的福报,人家过个瘦,就要杀生那么多。 民国时,有个老人去世了,他儿子半夜洗三百桌,过几天,老人家就托梦来说,本来我可以去天上好好享福的,但因为你杀业过重,导致我在地府审判,还出不来。 可见,虽然花的是儿女的钱,但却在损掉老人家的福报。 父母花很多无谓的钱,这也是天道无亲,所以不要给小孩庆生日,小孩能读书,父母不要骄傲太早,到处宣扬,要对孩子严格一些,对他成长大有益处。 过分浪费钱给孩子都损孩子福报,更何况很多人在公司里头浪费,甚至国家单位里头浪费,都是损福报的。 很多人都想住轻松赚钱,却不知道这也是在透支福报,不长久。 如何积累福报,一,不失,善行,便是摇钱术,一,今天大家都想发财,能发吗?不能,要怎样才能发? 佛告诉我们,你想发财,你就要修财不失,慷慨不失,毫无烈色的不失,二,你修不失,出于自己的诚意,欢欢喜喜,快快乐乐乐。 将来你的财富源源而来,不要操心,钱自自然然就来了,三,如果你这一世不失,修得很勉强,来生能不能地福报,能得,但是不容易得到,要经过很多周折,很辛苦才能得到,四,如果你不失了很多钱,之后又后悔了,想尽方法再把它拿回来,好了,你这一生虽然发大财,但是才发了没几天, 他就丢掉了,什么样的因,得什么样的果报,因缘果报,丝毫不爽,心量,容量,便是聚宝盆,一,所谓是量大福大,这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,懂得的人不多,心量大修小福,你得的福报也大,为什么? 跟你心量平得,二,得福多少在乎你用心,你的心真诚,你的心量大,你得的福报也大,出钱多的人,如果他心量小,他修在大的福报,他得的果报还是小,三,像我们现在印善书,出钱很少的,如果他的心量大,修福不为自己,不为一家,为众生,为佛法, 希望这个世间多有一本善书流通,他得的福报反而大,什么原因? 他发的是大心,四,所以修不失,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,他就得大福,出钱少他就得小福,没这个道理,我们晓得这个道理,然后才知道自己要怎样修。 三,便利,方便,便是加速器,一,就是修公养也是如此,譬如说你要公养法师,请法师到外面菜馆去吃饭,不错,法师接受你公养,你是修了福,但是法师从自己地方辛辛苦苦,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一餐饭,将来你得的福报,很辛苦才会得来。 二,如果你这供养是从家里准备好了,送到法师那个地方去供养他,法师没有受辛苦,将来你得的福报,自自然而得到,不要受一点辛苦。 。